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耳湾这一边呢 占地都比较小 地处都比较金贵 所以现在新房的设计呢 很多都是采用这种方式 来在视觉上大大的增加了空间上的感觉 然后呢又增加了室内的采光 这个厨房厨柜的颜色很漂亮有没有 而且你看它的厨柜在上面呢 是有多建一层柜子的 因为很多传统的厨柜它会有一个缝隙跟天花板相间 那这一种选择呢 在购买新房的时候 如果你喜欢建商的这一种 可以申请升级 或者是找出柜工人找着锁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很多绿化的院子 那这边呢有一些多肉的植物 摆了几瓶冰镇的饮料 非常的有情调啊 那么这个样板房的冰箱呢 也采用了嵌入式的 跟橱柜一样颜色的设计 那么这种双开门的冰箱空间很大 里面可以放很多新鲜的蔬果 再看这边的洗碗机还有水池 外面呢 是针对着你的小院子的 这种方形单格的洗碗池呢 可以放很大的锅子 再从这个角度看一下进门 转到客厅 转到院子的感觉 厌门房的院子里面放置的这两个橙色的躺椅上的靠枕 有没有一种画龙点睛的感觉呢 好了 现在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首先呢 来到二楼就先到了我们的loft 那这边loft呢 它做成了一个孩子学习游戏的区域 当然呢 也可以使用作为书房或者是家庭小厅 那么旁边呢 就是我们的次卧 次卧呢 配有自己的洗手间 都是采用淋浴的设计 橱柜的颜色呢 也跟楼下是相应合一的 在走廊的另一边呢 就是我们的主卧啦 主卧呢 有双开落地门式的设计 可以看到外面满满的绿化 那么在布置卧室的时候呢 如果使用这种长长的落地窗 会增加卧室的温馨感 这边呢 就是我们主卧的尾玉 里面呢 配有桑拿房 主卧的布入式衣帽间呢 已经打造了一些柜子 用起来呢 会更加的实用 之后呢 再看一下二楼的第二件次卧 同样也配有自己的洗手间 好了 参观过了这座房屋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 那这边呢 它的高中学区是属于Portella High高中的 那这边的地税呢 相对于是比较低的 它是overall差不多1.4%左右的地税 那么现在呢 目前这个盘下周会release第十期 每一期呢 会release大概一两栋一号 然后四五栋二号的样子 RX这个户型呢 是有CityView的是有景色的 当然它的价钱呢 也包含了景色的价钱在里面 那么户型一和二呢 还算是就是比较亲民的价钱 比较划算的价钱 那当然每一期啊 它的价钱会再继续上涨一些 所以如果小伙伴有需要资讯的话 可以联系我 现在呢 我们可以先排队 然后等新的一期房源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优先选房 如果你对于美国地产有问题 想咨询我的小伙伴 欢迎联系我家 我的微信 我是Mina 我是明居住在美国加州的地震经济和出色会计师 那么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